大量俄羅斯先進武器裝備 部署在白俄羅斯多個地點 又有最新衛星空照圖曝光 除了蘇坎25攻擊機和S400地對空飛彈 還有SS226伊斯坎的飛彈及火箭發射器 就在距離烏克蘭不到50公里 占予密布 德國媒體前一天才分析 普丁最晚三月決定是否出兵 但美國國安顧問擔憂 俄羅斯恐怕即刻入侵 目前已部署大約七成戰力 美國最新情報更評估 若真的全面開戰 幾乎可能兩天內失守 最多將有五萬平民死傷 美國成員三千美軍到波蘭 德國和羅馬尼亞 德國總理肖茲也願意向立陶館增兵 以加強北約防禦 應對俄羅斯大軍濱臨城下 儘管俄羅斯勃斥 美國又在危言聳聽 但眼看各方人馬 剑拔弩張 俄武危機一出即发 彩利新聞 陳佩伯导 開啟發 空氣 wit